水櫻桃 大家好,我是水櫻桃公主阿蜜 今天來到我的家鄉 拉拉山 我們趁著水櫻桃的產季 帶大家來認識一下我們水櫻桃果農的日常 阿公 這是你的果園 對 很漂亮耶 這麼多水蜜桃 漂亮是漂亮 也是很辛苦地做 水蜜桃樹這是很不好管理 跟人一樣 它的營養要夠 要保護它 也不能說放著它不管 現在氣候關 氣候變遷 它就發生很多病蟲害 本來漂亮就爛掉了 你們來得剛好是時候 我們是正在採收的時候 採了之後我們就分裝大中小 五粒 六粒 八粒 十粒 十粒的 水蜜桃採收之後要進場了 來 我帶你去參觀 這個就是我的包裝場 我們要先秤重 秤重 秤重 它六粒是幾兩 八粒是幾兩 按照這個分類 就很公平 很平均的去分配 哇 這水蜜桃包裝的也太漂亮了吧 對 一定要 一定要送到客人的手上 一定要這樣子包裝 大家一定很好奇 在這麼多漂亮的水蜜桃之中 要怎麼挑選好吃的水蜜桃呢 讓我們來問問雅蒂吧 我們要挑好吃的水蜜桃 要怎麼挑啊 就是要挑這樣的 顏色漂亮 果形圓圓的 圓圓的 這個就很好吃 剛剛我們從雅記那邊 A到了一個水蜜桃 好香喔 我來吃一口 那口感真的是太甜了 真不愧是我們拉拉山第一水果 水蜜桃 其實做農真的很辛苦 因為尤其是水蜜桃常常要趕那個產季 所以可能有時候下大雨 還是要冒著風裡去採谷 然後下雨的時候要做的事情也很多 可能也要去施肥 就是總之農人就是看天吃飯 看到我的家人 像是我的媽媽或是外公 無論刮風下雨或是大太陽都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我想要利用我暑假空閒的時間來幫助他們 讓更多的人一起享受水蜜桃甜美的滋味 今天跟著阿慕走訪復興區 除了看到美景之外 還有看到很多熱情的果農 守護著我們水蜜桃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復興區 除了遊玩之外 也一定要支持我們相甜可口的水蜜桃喔 詳細資訊請上我們FB官網 媽媽桃媽媽Pitch粉絲專頁 一起支持我們拉拉山水蜜桃喔 請多多支持我們拉拉山的水蜜桃 請大家支持我們拉拉山水蜜桃 只要有水蜜桃在美國大陸裡 很多菜都在美國大陸裡 問題大陸多藥 記者網站在外賬